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那在今年10月19日起 开始出现全身倦怠 呼吸 喘及食欲不正等症状 那11月2号因症状持续 且有发烧而就医採检 那在今天确诊 西医值是34 那住院后採检的核酸检验 再采是阴性 那血清抗体阳性 那目前据我们了解 它的发烧的症状应该是有另外一个疾病的问题 那根据目前的资料显示 这可能是救案的部分 所以它的相关接触者还在匡列当中 孙院长昨天又到桃园公投宣讲 孙院长强调如果让诈骗集团骗第二次 那就要怪自己咯 但到底谁在骗人民呢 外交部长次于大雷在立法院打巡时表示 莱猪不是台美唯一的议题 这单一的议题不会影响台美的多元发展 但之后外交部却发了新闻稿来澄清 说公投如果通过会严重地冲击台美经贸 伤害台湾的国家形象 于大雷的打巡内容是基于他自己的外交专业 但是外交部竟然公开发稿来打脸他爱丽文 这是谁受益的吗 这难道不是政治凌驾专业吗 太明显了 这就叫做国王的新衣 所以不能说实话 什么叫做长次呢 就是说他实际上是公务体系里头的次长 常务次长 他并不是政务次长 换句话说 他就是真的百分之百彻彻底里的一个专业的外交人员 那说了大实话也说了大白话 没有想到不可以说的秘密 你怎么可以讲出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报道 如果我们没有让莱猪进口 我们交不了CPTPP 这个论点你可以认同吗 站在你外交部的立场 这么努力的立场 你可以认同吗 莱猪议题 虽然跟台北之间是一个 但不是唯一的议题 没有昨天赤长的说法 我有看到外交部也有进一步做一个新闻稿的说明 这个美国的含有莱季的猪肉精口 确实是台美之间很重要的一个贸易障碍议题 现在要加入的英国和中国 他们也都没有开放瘦肉精的猪肉 不是用要挟的方式说 如果不怎么样就不能怎么样 我去年底的时候 对一年前了 也问了另外一个外交部的次长 说我们是不是还没有参加 就是还没有去申请参加CPTPP 外交部次长也说 对还没有 那讲了这么多年 不是说参加CPTPP很重要吗 不是说吃莱猪是为了参加CPTPP吗 为什么都没有去报名呢 结果外交部居然 后来还在他们的官网里头 说这是假消息 结果呢 结果不是就是等到中国大陆 抢先一步去报名了 我们才赶紧晃晃晃晃的去报名吗 那中国大陆就是最有名不吃莱猪的 连英国跟太平洋实在是站不上边的英国 都跑来报名要参加CPTPP 都在台湾前面报名了 英国也不吃莱猪啊 所以呢 所以大陆跟英国是怎么的呢 好 苏贞昌说 如果给诈骗集团骗一次 就故意亢亢亢了 如果去用骗第二遍 然后骗过自己了 我最喜欢举这个例子 叫民进党支持者不要一直被骗 苏贞昌还好意思拿出来讲 他说美猪卖全世界几百个国家 全世界顶多也只有两百多个国家 美猪卖全世界也顶多 他能够卖多少个国家 这是不存在的国家吗 CPTPP的11个国家都没有问题 国民党就是来乱的啦 让我们没有办法参加CPTPP CPTPP你们搞了五年都不去报名 是看中国大陆去报名 中国大陆讲不到一年就去报名了 才仅仅刚刚我说的 慌慌张张的去报名 这跟吃莱猪有什么关系啊 绿委赖瑞荣 大家看到杨琼英问的时候 赖瑞荣也问了 也问了昨天这个长次 外交部的次长 就说美猪会不会影响台美的往来 因为现在就是 从蔡英文赖清德到苏贞昌 都一直恐吓我们啊 说如果不吃莱猪的话 美国就不喜欢我们啊 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就会不好啊 所以呢赖瑞荣这时候就配合演出说 美猪是不是会影响台美的来往呢 结果没有想到 我们这个长次说了诚实的大白话说 单一议题不会影响台美发展 因为不吃莱猪 所以美国就不理我们了吗 就不卖我们武器了吗 你想有可能吗 卖武器比卖莱猪要赚更多钱耶 美国怎么可能呢 不吃莱猪就不卖我们武器呢 他说美猪啊 会被列为经济对话的其中一个议题 但不会是最重要的议题 哦 那这就是专业的外交官讲的话呀 民进党听不下去 也说糟糕了 怎么会没有没有套好呢 所以黄定宇 赵天霖 蔡宇就轮番上去 一直要问出他们要的答案为止啊 就一直问他说 反莱猪到底对台美加入CPTPP 会不会有影响 黄定宇还在旁边提醒说 你不能接到嘴里头就当没事啊 就人家问你回答完之后就没你的事 不可以 你要照我们的标准答案 所以呢 长次在压力底下就改口了说 当然有影响 当然有影响啊 哇 现在真的是难当啊 外交部也赶快发出澄清稿啊 说美猪公投如果通过的话 势必也想冲击台美关系 这不就是在恐吓人民吗 让大家好好去投票啊 难怪美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吗 不知道要尊重民意吗 他说会伤害台湾的国家形象及信用 台湾的国家形象已经信用已经被你民进党 给伤害光光了啦 蔡英文一下说要 一下说不要 好 苏贞昌说 美国人很气 台湾什么都要卖给美国 却不遵守国际规范 哇塞 你是美国人派来的吗 好 说呢 我们猪肉有问题 马总统 他说我猪肉有问题 你现在是 苏贞昌你是变美国人了是不是 马总统你留学美国的时候 不是也吃美国猪肉吗 问题是我没有要吃莱猪 马总统留学是很多年前 那时候还没有发明莱猪 那时候还没有莱猪啊 苏贞昌拜托你 开放莱牛 确凡莱猪 这就是矛盾啊 问题是当年为什么叫牛猪分离呢 马英九总统那时候就是牛猪分离 就是猪死也不可能让他 莱猪不可以进来 美猪早就都可以进来了 是莱猪不可以进来 就是因为民进党也是反对的要命啊 现在哇塞 这个讲话你可以拿一个那个绿卡给他了啦 好结果呢你看 连AIT在2012年的时候都出来讲说 当时这个承诺解禁瘦肉精美牛的是 陈水扁不是马英九 是陈水扁的时候就承诺了 到了马英九的时候才变成一个比较大的议题 好那不只是承诺美牛进口不是马英九 那要求在台湾不准吃莱猪的 也不是马英九是苏贞昌当行政院长的时候嘛 所以呢当时的这个AIT的处长司徒文就说 对莱猪财流标准给过承诺是陈水扁 马英九没有对美牛做过任何承诺 就刚刚讲的是美牛 那后来不准台湾用莱猪的 是苏贞昌在当行政院长的时候进的啊 拜托哦 好王美花就说了 CPTP的会员国都有开放莱猪哦 台湾比大陆最大的优势就是自由开放 所以我们不应该自行卡住 换句话说今天他已经把莱猪不能够开放 莱猪不能开放当作是一个贸易障碍 这个是美国要求的 但是问题是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欧盟跟大陆是不满账的 我为了健康我就是不要 所以现在刚刚再讲一次 大陆也申请CPTPP的 英国欧盟的这个欧洲的成员也申请TPP CPTPP他们都是不吃莱猪的 到时候我们就来看看 是大陆比较能参加CPTPP还是台湾 跟吃莱猪我看是没有什么太大直接的关系 不过讲到莱猪啊 这台北市场柯文哲有话要说 他说在石安的议题上 好像我们硬朗常常都拿来设这个陷阱吗 像是之前这个冠军牛肉面 不就是用石安的话题来给柯文哲下套吗 而他也呼吁不应该为了政党利益来牺牲国家利益 你觉得那一天是故意要弄你的对不对 对啊 我是觉得是啦 是啊因为我因为那个行政院的记者会 那个板子做那么大的船头蛋里 我一出去就可以开记者会板子都做 但是我是好心你知道 我前一天就把那个我要发言稿 他知道你要讲什么了 知道我要讲什么 就准备要等我发言软要宅我 就跟那个我这次的环南市场一模一样 莱猪我一定是我一定不让他进来了 源头管理明白标示 我跟你说这么简单的方法你不用 你就故意要搞成这样 不肯不肯清楚标示 不肯源头标示 没办法只要反对了 对啊 好 贯文哲强调 莱猪进口一定要做好源头管理 清楚标示 但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民党却要搞成这样 他只好反对啦 王美华也再度重申说 CPTPP有11个会员国 全都开放莱猪了 因此如果我们反莱猪的话 那进CPTPP就会被卡关了 问题是美国根本不在CPTPP里面 所以到底是哪一个有投票权的会员国 告诉我们 我们不可以吃莱猪 就不可以进CPTPP呢 这一点王美华可以跟大家说清楚 讲明白吗 好 我们要请教一下辉文哥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大陆和英国 也都想进CPTPP 问题是这两个国家 全都不开放吃莱猪 所以英国很反美咯 所以不吃莱猪 不开放莱猪就是反美咯 那为什么人家可以不用吃莱猪 可是我们却要吃才可以进呢 对 这个 汉云 我看这个题目是这样 就是说刚刚你听到柯市长谈的是猪肉 好 猪肉 那其实美牛我们已经开放很多年了 好 那就照柯市长讲的 就是说源头管理跟这个清除的标示 牛肉有做到吗 要公投的是猪肉 我现在跟你谈的是牛肉 你觉得牛肉有做吗 哪一个牛肉跟你讲说 我是美国牛肉 但是我的来际的含量是多少 我们台湾市面上哪个牛肉跟你这样标 王美花部长说核四是不被祝福的店厂 那这个美猪是不被祝福的猪肉 就一直炒一直炒 我们从阿扁总统 马总统的这个美牛 一直炒到现在的美猪 哈布朗尼亚炒十几年了 我谈这期因为谈十几年 我真的是 我不去跟观众朋友讲 我真的是累的 累的原因是什么 当初阿扁跟马总统的承诺都是 哎呀 我们要跟美国签TIFA 这个牛肉不开放不行 结果牛肉开放了 甚至牛肉的这个内脏也开放了 那TIFA签了没 TIFA也没签了 你有看到陈水扁或马英九 跟大家道歉一下吗 没有 好 那包括这个日本 他们提到这个核实的问题 是不是我们开放的莱猪 开放的日本核实 我们就可以签TIFA跟加入CPTPP 如果可以的话 那明天就开放 好不好 那很公平嘛 你们每次都画大饼 哎呀 我们不开放就不能怎么样 那如果开放的 结果就跟刚刚提到的美牛一样 开放的结果我们还是不能参加 那不就是蓝绿都在骗我们吗 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这个十二月十八的这个 其实很快 公投就剩下一个多月 那世大公投它是对市不对人 你公投一定是有胜有负 那我是觉得比较像是内耗跟空转 刚提到这个CPTPP 有一个比它更大的这个经济企业是RCEP RCEP明年元旦就开放了 明年元旦人家就上路了 它十五个会员国已经有十个同意了 所以它就要开放了 这个就是我们蔡总统一直讲的 新南向政策 主要就是东协市国 我们的新南向政策有成功吗 我们一直在讨论说 我们CPTPP什么牛肉猪肉讲一大堆 结果人家RCEP要开放 那我们为什么不加入RCEP呢 我们为什么不能加入RCEP呢 我们为什么连试都不是呢 所以我的结论是这样子的 我请问观众朋友 这问题比较伤感情 台湾有没有售后金 台湾有售后金 这你不知道而已 政府没有在查嘛 就像我们刚前面讲 那个疫情要不是旧案嘛 为什么是CT值这么高的旧案 因为你没有清零嘛 你不愿意普筛嘛 那就不会有嘛 所以你看到我们最近查出来 都是旧案都三十几 那表示什么 表示他感染很久了嘛 那他传染给谁不知道啊 公布足迹要不要公布 我们已经很久不公布足迹了 公布干什么 公布大家伤感情 惊得要死 这不是跟我们的售后金一样吗 台湾有售后金 只是我们很少在抓 即便抓到行则也很轻 我请问大家 台湾有没有组合肉 菲利沙党都可以做组合肉 还有火锅肉片 还有我最喜欢的鸡排 也很多是组合肉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啊 越南茶 我们进口的茶叶里面 越南茶是大宗 那为什么特别讲越南茶 因为越南茶 我们一般讲就是它的农药 可能比较危险 这样子 那你去各个手要饮店 你来说 我的乌龙茶是越南茶 你要不要 一杯二十五你要不要买 谁跟你标示说我是越南茶 可是我们进口这么多越南茶 喝到哪里去了 所以我真的觉得 这个莱猪跟莱牛 还有当然 当公投已经成案 一个多就是投票 可是如同我们之前 讨论莱牛一样 我不认为会有什么 什么改变性的结果 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1月9号的立委补选 如果林静怡当选了 等于你10月23罢免 陈北伟是输了 重要的是林昌佐的那个罢免 那个罢免也是抗中保台的 这个决战 我觉得公投 虽然夹在这个 我觉得公投 因为他是试的投票 他的那个影响 其实没有蓝绿 讲得那么重要 所以说显然 会有哥也是认为 反正公投过关了 政府可能不会买单 不过谈到了这一次的公投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能源议题 客源泽也呛吓 说不要把老百姓 逼到走投无路 2025非核家 我觉得那个在喊太快了 你现在2025把核123全停 因为核四不盖123全停 问题是核电明明就占 发电量12% 你那12%拿掉 请问你怎么处理 2025离现在没有几天了 如果核四不盖 政府要很诚实的 出来讲说 你的应变方案是什么 你不能说 如果你跟老百姓讲 我们就不用核能了 电费下个月 每一度加0.8块 估计你一年大概算一算 多3万块的支出 我最气的就是说 为什么一个政府 把人民逼到走投无路 那就是你们自己搞意识形态 为了你政党选举方便 那搞到全国人民 大家走投无路 36万路配 那加一个老公乘一 再生个儿子乘二 拜托连他加起来就 赢100万了 这加上他们家庭 你怎么可以在自己的 自己的国土之内 制造一批敌人 这战略怎么会堆呢 好 为什么谈到这个话题 就是电费恐怕一定会变贵 除了如果非核家园 核123通通都停机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全球的甲烷承诺 11月2号就要正式启动了 目前已经有100多个国家 都签数要来响应了 所以接下来 这甲烷的生产呢 可能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因为甲烷生产 就是因为天然气的开采 过程当中最容易会出现甲烷 如果要控制的话 接下来成本是不是就要出现了呢 好 我们看到天然气啊 生产 运输 储存 都很容易散意甲烷 它的吸热能力比二氧化胆 还要来得更高啊 所以温室效应 甲烷会比二氧化胆 来得更严重哦 好 赵浩康就说了 天然气的价格 已经现在是创七年新高了 而中油今年可能会亏400亿 拜登又宣布要减排甲烷 未来开采成本会更高 所以蔡总统有没有算过 发电成本到底会增加多少呢 而老百姓的电费又会涨多少呢 这些数字难道不需要让老百姓知道吗 好 陈玉珍委员说 扩大天然气供电的占比 就和国际减排的温室气体 是背道而驰啊 所以我们如果把核电费 除了开始大家用天然气来供电的话 那是不是就会导致国际很大的压力 而且电费也会变贵啊 好 连民众党的立委张其路也说 证明天然气发电 不是好到无可挑剔的选择 所以政府该怎么解释这一次的倡议 我们怎么面对国际的趋势呢 好 罗秉承出来说话 他说我们没有开采石油 也没有开采天然气啊 所以造成甲烷散意的问题 那是那一些天然气生产国家 才会有问题 天然气换燃煤就是要降空物啊 我们现在不烧煤了 我们改烧天然气 我们就可以降空物啦 这个是罗秉承的说法 好 蔡适应委员怎么说呢 他说甲烷散度是要减少天然气 开采除冲还有配送 造成的甲烷散意 这和我们的三阶关联不大 这个是蔡委员的说法 中友也说 天然气的出口国供应量很大 所以他们建制这些管控设备 就可以一劳永逸啦 这些花费对他们来说是九牛一毛 因此不会造成天然气的价格涨价到 哦 这是中友你说的哦 你要保证吗 如果这些国家涨了天然气的价格 你要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吗 还是你要自己吸收呢 你敢不敢承诺呢 好 台湾的甲烷呢 有这个来自于农业早期的比较多啦 而且已经减排了五成了 这是环保署的说法啦 反正现在我们就说 甲烷散意这个议题 跟我们中华民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大家不用担心不用怕 没事的 好 这就是政府要告诉大家的说法啦 好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请教一下冠勋了 因为呢 你看拜登现在就宣布 甲烷就是全球大家要一起来减少嘛 跟减碳一样 好 那接下来开采天然气 成本很显然会增加 问题来了 这些开采国如果要减排 他们的成本一定会转嫁嘛 那蔡政府为了2025的非核家园 我们的能源配比要提升到50%都是天然气哦 所以现在的天然气价格是7年来的新高了 显然未来还会更高嘛 那请问老百姓电费到底会涨多少钱 是不是应该告诉大家 难道像柯文哲说的 把大家逼到走投无路吗 我想大家首先要知道什么是甲烷 甲烷就是天然气一种主要的成分 那大家为什么会炒烈的这么热烈的去讨论这个东西 因为现在就是整个全世界的国家都要减碳排放 希望能够降低温室效应的影响 大家按照罗秉承的讲法 那个好像我们用甲烷天然气来发电 就会比烧煤来的对环境污染小一点 其实是错的 按照这个学者的研究报告 甲烷对于这个气温暖后的这个温室气体暖化的这个效果 100年内甲烷是二氧化碳的28倍 如果缩短到20年来看 甚至高达80倍 所以烧甲烷并不会比烧煤来的这二氧化碳对气候的影响来的少 所以这个是这个是有一点以花接木一个一个概念的一个措置 再来他一直提到政府一直提到说 这个核电比较危险 所以我要用天然气来取代 所以在我们2025年 我们要把天然气发电的比例提高到五成 你要知道五成是多高吗 目前世界上前几大包括卢森堡 包括这个墨西哥 他们这种比较就是天然气发电比例比较高的 大部分都会自己有生产天然气 可是台湾是没有生产天然气的 如果是把天然气发电的比例拉到五成 不要说这个台湾自己不闪天然气 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天然气的价格 今年原油的价格到现在已经涨了50% 天然气的价格涨更多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已经涨了120% 那所以这个天然气价格的暴涨 那以后进来 虽然我们买的是期货 我们买的时候可能没那么贵 可是总会买到贵的时候 那请问到时候这个价格要转嫁给谁 难道要中油吸收吗 不可能啊 中油现在之所以油价波动比较 没有那么大是因为政府在控制 可是目前慢慢的油价也是涨到新高了 所以这个以后如果说 就是用天然气来发电 对于这个发电成本的转嫁给全民 那是一定的 再来刚才陈玉中我也有提到 现在世界各国的趋势都是减少碳的排放 那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时候呢 反而要大量的去 这个转成天然气发电 要到2025年要到五成以上呢 这个就是违反这个世界潮流嘛 昨天苏贞昌苏院长不是在讲 什么东西都是要这个顺应世界潮流 包括开放莱猪啊 这个都是顺应世界潮流 那很明显的现在就打脸了嘛 世界各国没有人像台湾这么冒险 这么敢堵住 把能源政策堵在天然气身上 连美国人自己都讲了 美国人在2019年的这个台湾白皮书里面都提到 台湾的地形 台湾的这个都特殊的地域性 它像我们台方比较多 而且我们是一个岛 只要说气候不好 或是战略上 比如说现在中共军机一直侵犯我们西南的防控辨识区 如果两岸气氛稍微紧张的话 被封锁 那请问天然气怎么进来 天然气如果不能进来 那我三接或是天然气发电不就断吹了吗 再来大家都觉得说天然气很安全 真的很安全吗 在1989年苏联的乌拉山 天然气的输送馆爆炸死了300多个 那我们自己高雄也有气爆啊 所以天然气真的比核电来的安全吗 事实上不一定哦 大家可以持续看看 好所以要特别来关注 就是其实天然气也是有它的危险存在的 不过民党另外一个主要反对的就是公投绑大选 但是有网友就挖出2013年的影片啊 当时担任党主席的苏贞昌就说了 公投和选举一起投 可以让民意直接表现 难道又是超时空打脸吗 即将要公投绑大选 我想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公投是人民直接民权的行使 那2014正好有选举 也可以非常节省金会的情形下 让人民表示意见 而反而是很重要的议题 相信如果能一起更能让民意直接表现 如果能一起更能让民意直接表现 好 王美花这一次说 如果说呢 这公投的结果出来了 大家真的要重启核四的话 那政府会执行公投的结果 但是这样的说法真的不会跳票吗 在2018年就10个公投案 当时过了7个 可是蔡政府根本没当一回事啊 原来是因为这公投法里面是没有罚则的 现在连票都还没投 苏院长就已经公开说了 重启核四办不到不可能 我们要请教一下高委员 律师出身的苏院长 难道是因为知道公投法没有罚则 所以就算公投过了关 苏贞昌还是可以继续当他的院长 把民意不当一回事吗 公投就是一个直接民意的展现 最主要是希望促进这个社会的对话 那在政策上面可以去讨论 所以我觉得公投是有它的意义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对话 最后的结果投票出来 就是一个直接民意的展现 那政府要不要依照这样子的一个民意 去执行它的政策 其实当然就取决于说 政府对于民意的态度 包括说这个公投出来的结果 最后还是要回到立法院 还是要回到行政院 去做相关的创制复决 或者是做修法 甚至去执行这样子的政策 所以我相信民意多多少少 在这一次的公投里面 会让政府知道说 不管是对于这四大公投案 人民的态度是什么 那当然就是说 在法令上确实是没有法则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公投案 对于政府的政策 某种程度还是有一些拘束力的 就是在于民意的部分 那如果说人民对于说 政府这样子的一个执行方式不满 或是觉得说 无视于公投的结果 那人民就可以用选票 来作为一个制裁等等 所以我是觉得说 政府要不要去执行公投的结果 当然这个法令上是有要求必须要去执行 只是没有罚则 那怎样是罚则呢 人民的选票就是一个处罚的方式嘛 所以我是觉得说 藉由这一次的公投 这四个案子 执政党可以好好的去跟民众来对话 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四个案子 那执政党的态度又是什么 那推出这公投案的不管是民众 或者是包括国民党等等 也必须要为这四个公投案 当初他们的决策 跟现在推出这个公投案 这中间有没有矛盾的地方 也要去做一些说明 我相信人民就会自然的去做选择 那很可惜就是说 其实在这四大公投案里面 大家其实现在都比较取决于在意识形态 或者是说国民党就直接诉诸说 这四大公投案就是要倒阁 导书等等 那这样子其实是无助于 大家去了解这个政策的内容 或者是公投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那这就比较可惜 因为我们还是希望说 能够借由公投让大家更了解说 这个政策的形成是如何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